男人将手放在刻有屁膜二字的石台上 石台顿时散发出一阵耀眼的金光 紧接着投射出一天警告世人的剑岩 随后石台后的密室大门打开 露出了封印在此的屁膜剑 男人剑状欣喜若狂 施展轻功进入密室 终于取得了最强神兵屁膜剑 正所谓说曹操曹操就到 袁孝天五人已经来到了麒麟谷 他们看着已经打开的宝藏入口 猜测一水寒已经取得了屁膜剑 为了阻止一水寒为祸武林 袁孝天五人先后进入了石洞 刚好遇见了取得屁膜剑的一水寒 屁膜剑在他手中 小心 若是死活的家伙来得正好 近日一病取了你们的狗命 谁也别想活着离开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遮遮掩掩掩的 不敢露出你的真面目 阴草地虎被阎王爷去吗 你几个杀人魔 我们给你拼了 龙袖和丹丹抢先攻向一水寒 却被一水寒的一道剑气打伤 袁孝天连忙用出吸雷玄弓 出手托住了一水寒 西门若水集中生智 带着北唐馨二三人回到出口 随后取出了四块麒麟玉 准备将一水寒封在地底 袁孝天在北唐馨二的提醒下 施展轻功离开了山洞 剩下了气急败坏的一水寒 为了击败得到屁魔剑的一水寒 西门若水带着袁孝天四人 来到了一个非常隐秘的地方 他要袁孝天四人在此闭关 重新修炼四方玄弓合体 方才有希望击败一水寒的夺魂三世 正如西门若水所言 石洞根本困不住一水寒 仅仅不过是两日 一水寒便练成了亡魂沙坡 再配合屁魔剑的神威 成功离开了藏有宝藏的石洞 他的屁魔剑已经饥渴难耐 获不及待要找到袁孝天几人 试一试亡魂沙坡的威力 与此同时 袁孝天四人在西门若水的指导下 连续修炼了几天玄弓合体 可由于北唐星儿身怀六甲 根本承受不住这么强烈的修炼 导致玄弓合体迟迟没有进展 而袁孝天这个大渣男 竟然还出言责怪起了北唐星儿 星儿 你一定要专心一点你知道吗 我们这一招练了这么久 还不能顺利配合 怎么能够跟铁猎人对抗 你不能再出错了 我知道了 对不起 星儿 你还好吧 相比袁孝天的急功近利 反而是龙秀和丹丹两人更加细心 他们见北唐星儿脸色苍白 认为她的身体肯定出了问题 袁孝天文言连忙替北唐星儿把脉 这才发现北唐星儿动了胎气 实在不适合继续修炼下去 为了北唐星儿腹中的胎儿 丹丹只好外出去买安胎药 却不想阴险狡诈的易水寒 早就已经守株待兔等候多时 果然不出我所料 大云上高人 就算你再叫我 躲到了天涯海角 你终究逃不过我的手上心 易水寒的武功远胜丹丹 虽然丹丹一路上小心谨慎 多次绕了几个大圈 可还是没能甩掉易水寒 被易水寒找到了众人的住处 易水寒没有直接杀上门来 而是来了一招声东击西 将袁孝天四人引去了厨房查看 袁孝天四人刚刚来到厨房 就听见了北唐星儿的惊叫声 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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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孝天四人来到北唐星儿的房间 发现北唐星儿已经不知所踪 西门若水看着打翻的药碗 猜测是有人掳走了北唐星儿 连忙让众人前去追击 可易水寒的武功何等高强 袁孝天狂追了两个时辰 依旧没有追到易水寒 次日清晨 易水寒带着北唐星儿来到了齐木峰 他并不打算直接杀了北唐星儿 而是有一个更好的计划 他要让袁孝天痛不欲生 死在自己的爱人手上 王魂杀魄 世界月月月月月月月日的火星儿 ug tot 你